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1月23日报道,巴西的圣埃斯皮里托州塞拉市一片公寓区,上周六发生一幕险情,一个三岁男童在公寓区的游泳池里差点淹死了,幸亏巡逻的保安及时发现出手相助,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 就人的保安,名叫亚利克斯桑德罗。在这片公寓工作已有两年了,监控显示,上周六晚上近八点,一名三岁男孩趁大人不注意先是走到儿童游泳池里玩水,可能看到另一个游泳池里人多,他就自行来到这个深达1.5米的游泳池。 小朋友自顾自地守抚住游泳池边,慢慢滑进游泳池,没想到脚触不到底,顿时慌了神,在水中开始扑腾,很快头部就看不见了,只露出只小手不停挥舞,而周围的人并没有注意到他。 大约过了二十秒,桑德罗发现了在水中挣扎的小男孩,迅速冲过来,一个飞扑倒地,接住伸手一把将小男孩从水中抓起来,一秒钟都没耽搁。 随后,桑德罗将男孩抱在怀里,发现孩子神志清醒,只是吓得哆嗦,瞬间放下心来,不停地安慰住孩子。 桑德罗说,幸亏他当时巡逻路过游泳池,一眼看到水里有人挣扎,否则,后果就严重了,事后了解到,这个小男孩并不住在这个公寓区,他当天是跟住妈妈来朋友家玩的,妈妈当时正给另一个年幼的孩子为耐,姨妈带着他出来玩耍,他说要喝水,于是姨妈回去去拿水。 小男孩随后翻越一米高的护栏进入游泳区,小区的负责人说,这片公寓区很大,桑德罗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区域,真是一个奇迹。 另外,泳池周围有很多植被,桑德罗能够及时发现,险形住食不容易。